余东回来了 我还给你带着点好吃的 喂 人呢 藏哪儿了 这傻丫头现在只是个普通人 魔法几乎全都消失了 他能去哪儿呢 正是正是遇到了小堂或黑精灵族的人 哎呀 我得出去找找 余东 你怎么自己出来了 啊 肖章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你是不是傻 你知道你现在这样多危险 你要是遇到他们了 怎么骂 你要是出了问题 我怎么办 你干嘛 反正你这样便宜是不是 你受捧杠了 你居然敢对我斗着斗脚的 你看他嘴我还是笑轻了 啊 好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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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听到什么声音 不对劲 这里的魔法气息非常混乱 好像有什么恶灵存在 啊 恶灵 我知道的 之前我的光王夫妻跟我说过 在我们学校的地下 有一个巨大的天然能量场 看来是有人故意地放出了恶灵 来这里吸取能量的 你找个地方先藏起来 我过去看看 我能往哪里藏啊 再说我可不是什么胆小的人 就算我已经没有了魔法能量 但是我还有光王夫妻送我的武器啊 这个我也是可以防身的 那好 那你跟紧我啊 咱们一起去会会这个恶灵 喂 你能分辨出那些恶灵吗 这还不简单吗 别告诉我你不知道啊 我 我 我真不知道 那我就教教你 看好了 喂 兄弟 你是恶灵吗 是吗 看 他说他是 哎 我的妈呀 他是恶灵 哎 你小心 看我灭了他 我的天 这是个白痴吧 就这种低级恶灵 给他几枪就好了呀 是不是傻 哎 这边还有个金色的 哎 你一边去吧 让我来 这边还有几个 你家里都给你傻玩意了 这有暴力的吗 哎 这边还有 喂 哎 那个不是 那是个真的雕塑 行了 你一会儿 都把学校给拆了 有人动了 我的恶灵